这几年的房价居高不下 为了落实居住政绩 台中市政府日前发布了 囤房税修正草案公报 针对持有非自用住宅订定了差别税率 三户以下每户将按2.4%的税率课征 四户以上每户按3.6%的税率课征 而卢市长也表示 实施后增加的4亿税收 将会用在弱势族群 以及年轻人的租金补贴使用 为落实居住正义 台中市政府日前发布囤房税修正草案公报 针对持有非自用住宅订定差别税率 实施后预估影响8.7万名屋主 未来如果是三户以下 三户以下 当然不包括自用的话 三户以下的呢 那我们会提高到2.4% 从1.5%提高到2.4% 如果你囤的房子是四户以上的话 税率是3.6% 市长卢秀燕在市政会议时指出 现在非自用住宅税率是1.5% 但未来持有越多户税率会越高 三户以下每户将按2.4%税率课征 四户以上则是每户3.6% 那如果我们这样实施下去的话 那大概我们可以特征到4亿元 4亿元的这个收入 可这4亿元我们不会拿来做其他使用 我们就是继续做居住正义 因为有些民众 若是民众他要租房子 年轻人要租房子 我们这4亿元会投入租金的补贴 卢秀燕表示税率修正后 大约可增加4亿多元房屋税收 将作为弱势民众或年轻人足无补贴 以减轻民众负担 记者张智颖台中采访报导